陳志忠說他自己感覺到很心酸 也很委屈在疫腦的部分 疫情期間有多少國人染疫 有一萬多名百姓不幸離開人世 而且在這過程當中有非常多的家屬 沒有辦法見到親人最後一面 因為火化之亂 而這些陳志忠只在乎他自己心情受到委屈 你可曾想過這些家屬的追心之痛 同樣的3加11沒有會議記錄 又阻擋民間採購疫苗 然後又讓民眾大排成龍去買快篩買口罩 而且疫苗採購又要封存30年 我想這些都證明陳志忠沒有同理心 所以才會政治凌駕專業 政治凌駕防疫 所以其實坦白講 他就是完全聽從黨藝 沒有自己的主見沒有自己的想法 要開放就開放 要關閉國門就關閉國門 今天他落跑來參選 才能讓我們有機會好好檢視他過去的作為 才看清楚原來在當時是如何阻擋民間採購疫苗 慈濟也都站出來還原事實 那這根本就是枉固人命 周一康昨天又在臉書預告說 接下來明天要公布新的這個說之醜聞 那你會不會覺得他自然說 鋼上慈濟那這次又一直鋼上 你會不會覺得他好像沿路越來越失控 2022年的今天喔 台灣的選舉什麼時候淪落到這樣子二職的選風 那又是誰縱容這樣子抹黑抹紅抹黃這樣子不斷的操作 我是台北市長的候選人 台北市長選舉是我在選 不是我的家人不是任何其他人 所以我相信台北市民的智慧以及格調 也相信我們善良政治的台北市民 會做出最正確的選擇 我相信台北市民的智慧